Hello大家好,我是小王 今天我们要分享一道美食 鸡蛋豆腐包 好,非要不多说 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准备的食材 有350克的猪肉碎 两瓣的蒜 一根青葱 一根辣椒 三颗鸡蛋 还有一个豆腐 接下来有一汤匙的老抽 一汤匙的生抽 一汤匙的绍兴酒 一汤匙的蚝油 少许胡椒粉 半茶匙的盐 适量的淀粉 首先我们先来调个酱汁 胡椒粉进来 生抽也进来 盐也进来 老抽也进来 蚝油也进来 加适量的清水 再把它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之后放在一旁备用 接下来处理我们的豆腐 豆腐呢 你们要用鸡蛋豆腐 还是这种嫩豆腐也是可以的 就是非常好吃 我们放过来给底部剪一个洞 剪一个洞呢 可以方便我们拿出这个豆腐 可以看到一下子就出来了 之后呢 我们把它切成一块一块就可以了 切好之后呢 放在一旁 杯哟 接下来倒我们的鸡蛋 把它倒入碗中 再加少许的盐进来 把它搅拌均匀 放在一旁 可以用 接下来是姜 在影片开头呢 我忘了放进去 先提前把它削皮 之后我们切成片 再切成丝 再切成末 再放在盘中 杯哟 接下来倒青葱 先处理葱白的部分 先把它拍边 拍边之后呢 我们把它切成末就可以了 再放在盘中 杯哟 葱叶的部分呢 我们切成丁 待会要做一点剧 再放在盘中 杯哟 接下来是蒜 先切成片 再切成末 放在盘中 杯哟 接下来倒辣椒 先提前把它去脂 去头 之后呢 我们取一半就好 先把它切成丝 再切成丁 放在盘中 杯哟 好 现在我们先来炒我们的猪肉 跟这样少许的油进来 倒入我们的猪肉碎 先把这个猪肉碎炒至发白 发白之后呢 加入我们的酱汁 还有烧食酒 我们大约煮一个三分钟 接下来就加入我们的水淀粉 割个勾芡 勾芡好之后呢 就可以起锅备用啦 接下来准备一个沙瓜 加入适量的油 加入葱姜 先把它们爆香 然后再加入蒜 继续爆香 爆香到差不多之后呢 加入我们的豆腐 再加入我们的鸡蛋 这里哦 切记一定要开中火 慢慢煮 盖上锅盖煮一个一分钟左右 OK 时间到了 接下来加入我们煮好的肉碎 这里呢 你们要控制好你们喜欢的蛋的熟度到哪里 我是比较建议 大概六七分熟蛋就可以了 比较好吃 如果蛋全熟呢 如果蛋全熟呢 就不太好吃的啦 再盖上锅盖煮一分钟 再加入我们的辣椒 做一点锥 再加入我们的青葱花 做一点锥 好 这道美食就做好了 如果你有喜欢这道美食的话 你也可以在家试试看哦 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按赞订阅 分享给你的家人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